走入大园区主委街 缤纷色彩的墙面抄袭巾 老鹰抓小鸡打陀螺 都是小朋友最爱的游戏 也记录着古早社区的记忆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铜碗的整条 这一条巷子叫做铜碗巷 一格巷的特色是将我们主委的一格 冠军的一格呈现在这个墙上面 那这个一格所做的是我们在地的特色 因为主委有渔港 主委渔港这一条就是龙 那龙的情况就是主委渔港 渔港有船 主委渔港有鱼 再来是我们马祖 马祖为BU 这个是马祖 那主委渔港 那船要归到 回到我们的渔港里面 还需要有灯塔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主委渔港的特色 就是主委渔港风情 不光是回忆 还有社区特色 一旁彩绘的闽南文化 以可爱猫咪为主角 搭配传统一格元素 营造出不同的氛围 还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在105年 他得到了第一次的一格的冠军 将我们参赛的所有的一格的图案 呈现在我们的墙壁上面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闽南文化像 是我们的一格像 因为用猫的图案 使我们的墙上看起来的话 更美化它 不要用人像的情况 因为人像的情况 就要画出来的时候 是要像谁 那就比较不好去解释 那我们用猫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比较另外一个特色出来 有社区长辈的记忆 还有文化传承的使命 一条小小的竹尾街 记录着时代的光景 彩绘墙上画的不只是图案 更是居民最有感的回忆 记者吴永淳 桃源报道